民国真正美女罕见老照片 各有千秋 最美的妻女子是她 郭婉宁 旧上海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 自幼被家族按照明月淑女的标准来培养 练就了她从容优雅的心态 倔强了性格和独立的性格 在郭婉宁毕业的时候 拒绝了家族为她选择的富二代 不料往后的人生 跟家人开了一个玩笑 为了帮助出轨的丈夫偿还巨款 穿着旗袍刷过厕所 如此精致的美人 才是中国真正的贵族 东朱君 洋车夫的女儿 年幼时因为家庭贫穷 被送进青楼卖畅 随着年纪的增长 她越发的美丽动人 直至夏之时代她逃出火烫 她是个有骨气的人 那时与夏之时约法三章 表示不想成为其附属品 夏之时代董初君去了日本 让她在日本学完日本女子高中课程 那时恩爱无比 随着家庭的末路 丈夫变本加厉的家宝 她下定决心结婚 带着孩子们在这乱世里谋生 直至创伴了上海景 将饭店成为民国最美的妻女子 杨奈梅原名杨立珠 中国早期也行 1904年出生于上海 父亲是大富商 十分宠爱这个女儿 也造就了她任性 在那极其保守的年代 她宛如一株带似的玫瑰 浪漫张扬 性感为智 杨奈梅经历过社会的动荡 付出失败最终沦为乞丐 令人唏嘘 杨奈梅痛定思痛感悟说道 于中想前世 如春梦一场 慎思同夜后辈 以余为借鉴 得以时弃要留作后部 为老年时做计算 徐来 原集浙江绍兴 出生于旧上海 出道于李锦辉的名乐者 除了学习歌舞外 还要协助社里的管理与公关事务 此后就成为了著名的交际花 徐来为人随和 影迷们更觉得家人平易亲近 付影迷来信特别的多 她聘请一位私人女秘书 成为早期影星中 第一个聘用女秘书的人 也是继扬难为之后 第二个拥有私人汽车的女明星 可以说徐来是民国标准的美人 顶级名愿 最后却成为了军统特务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援护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特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